早上好,我想告诉你们,告诉每一个听这张CD的人,现在就是快速起步的最佳时期 可能有些人不想那么快,但是如果你想迅速发展这个生意,那你就要好好地听这张CD了 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跟你们讲一讲,我建立这个生意的过程,我自己的做法等等 我们都知道,条条大到通罗马,从巴尔蒂摩去加利福尼亚,我们可以选择上百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那今天我们想分享的就是我们选择的路,我们认为这条路就是最佳选择 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弯路,所以我们会提醒你如何避免 那每一个人都想有行动的自由,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你们不是为了我们而工作,那我们也不是你们的老板 但是啊,人们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工作,才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轻而去否定它并不是明智之举 那今天我们将会把我们的经验全部都告诉你们 也希望你们明白,我们成功的基础是你们的成功 很多人都看不清楚这一点,如果你们赚不到钱,那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收获 但是如果你们赚了钱,我们就会从中获益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你们要开始做一个生意,你会想做一个生意计划 其实大多数人做事情都是没有计划的 这一类人也会加入这个生意,但是他们没有计划 所以大多数人习惯了走一步算一步,做什么都是一种业余的状态 他们可能玩一玩滑雪,玩一玩高尔夫球,玩一玩棒球 什么意思呢?棒球太大,你打的是垒球 这个就是玩一玩的态度 很多人就是带着这种想法加入了我们的生意 他们想来玩一玩,做一个业余的安利生意人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生意人 我毕业于曼胡顿大学工程专业 毕业之后我拿到了IBM的工作机会 但是我不喜欢美国传统的企业文化 所以我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在我们知道安利生意之前呢,我们已经拥有了五家公司 我的父母也是做生意的 我从小就在生意的环境里长大 虽然这并不代表我比其他人更懂得做生意 但是呢,耳濡目染的作用还是有的 所以我很清楚,做生意必须要拿出本钱 很多人都跟我说啊,赚钱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但不是的,你加入这个生意,我们给你寄支票 有人跟我说啊,我不想加入一个不提倡努力工作的生意 那么,我们辛辛苦苦的出去讲计划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呢? 所以请记住,做这个生意必须要努力工作 但是要学会聪明的工作,而不是蛮干 很多人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看他们工作的样子好像是轻而易举 似乎不必很努力 比如说电台的主持人,谈话节目主持人 还有你看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就坐在那儿啊 与嘉宾谈笑风生,让大家笑得很开心 就可以赚到几百万的收入 那主持人是在工作吗? 但是,你如果也想跟他们那样赚钱 你必须要付出努力啊 所以,你愿意投入什么样的本钱呢? 这个生意是不要求什么门槛的 不用投入大笔的资金 不用投入全部的时间 不需要有办公楼宇 也不需要聘请员工 不用考虑经营的费用 那么,你愿意投入什么呢? 好看的皮囊吗? 要是果真如此的话 你晚上回家可以照照镜子看看 麻烦来了 你连好看的皮囊也没有 那你能投入什么? 你能投入的就是你的影响力 那如果你还不到30岁 你可能不知道影响力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的微信有多少好友 你的微信好友很多 而且你为此感到自豪 这就是你的影响力 你要把这种影响力带入到这个生意当中 这才是你做生意的根基 那如果你想建立这个生意 我假设你具备下面几个条件 你有一个营销计划 你得到了推荐人的支持 而且在此过程当中 你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如果是出于别人的压力 你才让自己做好出发的准备 那我建议你先不要出发 先等一等 因为就算你勉强做下去 你也不会成功的 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有人到处说 为什么安利生意不能成功啊 我希望你去传播成功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 在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自己非常的忙 每周只有一个晚上可以休息 我一般是早上6点开店 晚上10点关门打烊 然后自己继续在店里工作 直到深夜 每到周三我就会早一点打烊 在晚上8点关门 所以呢 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工作 每周至少工作80个小时 有的时候会是90个小时 所以我基本上就住在店里 我加入这个生意的那天晚上呢 我甚至还决定每天24小时开店 我们觉得如果每周开店100个小时赚不到钱 那么应该每周开店150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加入了这个生意 我们的导师约翰说呢 如果每周开店40个小时却不赚钱 那你的经营方式肯定是出了问题 我顿时傻了眼啊 我在每周头两天几乎工作40个小时 所以这个生意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但是我没有时间 所以呢 你们不要跟我说我没有时间 这就是个借口 你要如何开始做这个生意呢 你可以把名单拿出来 大多数生意呢 之所以会失败 就是因为缺乏本钱 那在这个生意当中 你要投入的本钱就是你的名单 所以你要列一张很长的名单 你们谁希望自己是平平庸庸呢 谁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呢 你们扪心自问 你想做普通人吗 你觉得不确定 那就看看周围的世界 你想住在普通的住所 开一辆普通的车 还普通水平的债务 另生几个孩子也是平均水平吗 你携太太出席别人的婚礼 要是有人直接跟你太太说 天哪 你穿的裙子实在是太普通了 在今天的婚礼上 穿这种裙子的女士 有几十位呢 那听到这样的话 我太太肯定会马上离开 她会跟我说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去参加这个婚礼 然后她就回家去了 所以我相信真正想做这个生意的人 没有一个是甘于平凡的 如果是甘于平凡 他们做这个生意也只会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然后他们就会说这样的话 我认识的人不多 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对这个生意感兴趣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忙得要死 人人都知道这个生意是怎么回事 那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说出来就好 如果你不说出来 别人就不会知道你有多平庸 那你应该说什么呢 教你做这个生意的人 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业内专家 或者是有渠道获得专业信息 如果你脑子里也有这种平庸的想法 你可以找他们去谈一谈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建议你列一张长长的名单 如果你有梦想有目标 那么你的梦想有多大 你的目标有多大 你的名单就应该有多长 要是你帮助的新人的名单啊 列的很短 或者是你的名单也很短 那就是因为你的梦想 你的目标还不够大 所以首先我们要找到更大的目标 然后列一张更长的名单 这才是正确的起步方式 所以呢要记住 这张名单远含着建立这个生意 所需要的一切 这个生意啊是需要复制的 你要前进就需要寻找新人 吸收合作伙伴 让他们呢做到你所做的事情 你要为其他人树立正确的榜样 如果你列的名单很短 那其他人的名单也会很短 这样就会减少他们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我开着一辆卡车到你家门口 然后你问我车厢里装的是什么呀 我说是钱 你们在公路上见过这个联邦运钞车吗 我们经常见到专门定制的卡车 车厢里都是现金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想象一下 这辆运钞车停在你家门口 我说不管你名单上有多少名字 我给你每一个名字一千块钱 那唯一的条件是 我要检查每一个名字 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就是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认识你吗 你是否强烈怀疑 他们上完厕所没擦屁股 啊 他们上完厕所肯定会擦屁股 如果这是V1的条件 你就不会对他们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每个人都跟我说同样的话 说这些人都不行 这个人太狡猾 那个人呢 太愚蠢 这个人太有钱 那个人太贫穷 这个人婚姻太幸福 那个人婚姻太不幸 其实所有这些呢 都是借口 你只能告诉我 我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在名单上 是因为他上完厕所不擦屁股 那对此我绝对不会有意见 因为我们也不愿意与他们共处一室 我不愿意他坐上我的车 我甚至不愿意见到他 而且绝对不会跟他握手 不过说真的啊 我不认识这样的人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吗 你在哪里长大的呢 人人都是有自己的圈子 除非你在其他国家出生 今天才到 刚刚从火车上下来 从船上下来 或者是从飞机上下来 所以好好想一想 你要怎么去列这个名单 首先我们可以从容易的开始 如果呢 你还是单身 你明天要结婚了 你想邀请什么人去参加你的告别单身聚会呢 那这些人首先要在你的名单里啊 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 最亲密的朋友 也许你应该邀请一些亲戚 否则呢 你下次结婚就会有麻烦了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首先会找到亲戚朋友来谈一谈 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家族里面的成员 谁会来参加你的婚礼 这张名单 你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整理吧 那如果你已经结了婚 你们父亲俩两个人都要列名单 那这就是两份名单了 不管是远近亲书 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列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拿出手机 把通信录里的每一个名字都列出来 然后打开电脑 把微信好友的名单导出来 今天的微信通讯录就相当于 我妈妈以前搁在厨房的黑色电话簿 那电话簿和微信通讯录的唯一区别就在于 没有人用电话簿赚钱 而今天大家可以通过微信赚大钱 不管你是否在上班 你每天都会花40分钟刷微信 但是呢 你从中赚不到一分钱 如果你做这个生意 那你每天花时间分类微信好友的功夫 就会有汇报了 你把微信好友都列在名单上 或者是学我那样干 我给我的高中打电话 我说我想要一本历年校友录 他们说可以 然后就寄了一大本书给我 我应该给他们付了50块钱 那时候我已经高中毕业14年了 这14届的高中生 加上我那一届之前的26届学生 每一个从这一间高中毕业的学生 他们现在的住址 曾经的住址 电话号码 职业 全部都按照国籍 各个州列的清清楚楚 所以我相信能够这样做的高中 在全美国也仅此一家 我想我们的高中做的真不错 要不试试大学 我就给大学打电话 大学呢寄给我的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张DVD 里面包含了所有校友信息 然后呢 我又给我的小学打电话 如果你有普通人的想法 你就会说 爱德 你知道我跟这些人 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吗 我不知道 爱德 你知道这些人年纪有多大了吗 他们年纪和你一样啊 我觉得不会有人感兴趣 为什么呢 你感兴趣啊 你知道上一次 我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 你告诉我 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可以来给你算算 但是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希望你能列一张名单 我没有说让你给他们打电话 也没有说让你找他们说话 就算你找不到他们的信息 也没有关系 这只是一个练习 我想看看 你是否会听我的建议 是否值得我花时间去帮助你 在我们这个生意当中 我们唯一的资产就是时间和金钱 那我是否要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你的身上 取决于是否愿意听我的建议 如果你的名单上只有13个名字 跟我说你只认识这些人 那我可能不会在你身上花太多时间 你也不应该在这样的人身上花太多时间 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会有普通人的想法 我的导师或者任何一个导师 都会让新加入的独立生意人 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列出来 而我当时只写下了七个人的名字 你们会不会有选择性的听导师的建议啊 要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 从左耳到右耳的距离 我们知道在两个点之间 最短的距离是直线 但是在生活当中 两耳之间的距离是最遥远的 我的导师说 把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列出来 我说我不认识什么人呢 他说你肯定认识一些人 我想他的话走过了一段有趣的历程 先离开他的嘴边 然后呢到达了我的左耳 再从我的右耳出去 我以为他说的是 你觉得对这个生意感兴趣 会听从你的建议 不用你帮助就能做到直系 一加入就全力以赴的熟人 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 所有回答说 我不认识什么人 就好像说 把你这辈子认识的女孩都列出来 你却说 我不认识什么女孩啊 可是我们说的不是喜欢你的 愿意跟你约会 想和你结婚的女孩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只要你列出来你认识的女孩 不管他是长发短发都没有关系 高矮肥瘦也没有关系 哦 我不喜欢个子高的女孩 但是我没有问你喜不喜欢呢 我真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怎么会变得如此复杂 你要开始做一个生意 人家告诉你 你要投入15万元 我们才能给你支票 你听懂了 人家接着说啊 这一项需要你再投入15万元 你也听懂了 那人家又说 你们要给我们4000元 我们才给你签字盖章 你也听懂了 人家说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那个 你全部都能理解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大多数人都想要做自己的生意 但是却苦于没有资本 我们都有认识的圈子 现在我们让你把名单列出来 其实就这么简单 具有普通思维的人会想啊 他们又不认识我的朋友 干嘛列出来呢 没错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名单认识你的朋友啊 如果你的脑子转不过来 我们就更不可能认识他们啦 拜托啊 你只需要列一张名单而已 就这么简单 一点深度都谈不上 你说的名单是什么意思呢 名字的名 清单的单呢 把什么人的名字写上去呢 把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写上去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管你要对他们说什么 我们还没到哪一步 所以拜托 我们把名单都列出来吧 不要对他们有偏见 怎么排除偏见呢 我们上完厕所 有没有擦屁股 你认识的所有人 除非你对他恨之入骨 否则都应该写在名单上 说真的 那些真正伤害过自己的人 我们也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如果你已经结了婚 那就不要邀请你的前女友 否则会破坏婚姻的幸福 那如果你们是打了官司才离婚 那你们就不要再牵扯到这个生意当中了 还有一类人呢 他们的生活有很多问题 已经无可救药 比如比脱口秀还要说的夸张 这样的人也不适合给他们介绍这样的生意 最近有人跟我说啊 我认识一个很棒的人 我自己也有很多麻烦 我把他介绍给你 可以帮助你发展这个生意 他失业已经很久了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工作 让我推荐他加入吧 他肯定会做得很好 可能呢 他真的感觉到很绝望了 我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可一点都不绝望 乔从法学院毕业 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加入了这个生意 约翰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更是与绝望搭不上边 他做过各种生意 每一次尝试都取得了成功 前两天呢 他才跟我们说起 也许以后他会把自己的故事与更多人分享 他在30岁之前就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所以呢 我们要寻找的不是绝望之人 我们要寻找的是野心勃勃 怀抱梦想 目标明确的人 所以你要好好列一张名单 越长越好 在这个生意里呢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你列的名单越长 克服的困难就会越容易 在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还是单身 在我结婚之前 我的名单就已经用完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迫切需要一张新的名单 所以我结婚了 没错 他的确在单身时代就建立了这个生意 我们开始约会之后呢 他真的跟我说 你要列一张名单 我说 我其实不认识什么人呢 他说 那是不可能的 人怎么可能不认识人呢 我们的确认识很多人 我是从事零售业的 每天我都会见到各色各样的人 他白天在店里呢 也会见到各色各样的人 所以呢 我们两个人与不同的人合作 每天总是出去与人会面 我必须明白 我要去认识陌生人 去见以前认识的人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做 我感到挺害怕的 我记得 我们度蜜月回来之后 他一直反复跟我强调说 你一定要列名单 去度蜜月的时候呢 我在机场认识了一位陌生人 我尝试跟他联系 艾德说 没错就是找这样的人 我不再想听你说 你不认识什么人 然后呢 他拿出了一张纸说 现在我们来列一张名单 把所有我认识的 而他不认识的人都写下来 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开始一起 做这个生意 我听从他的建议 拿出了高中毕业纪念册 把认识的所有人都列出来 高中同学 同事 全部列在名单上 我们成为一个团队 开始共同建立这个生意 说真的 我们女士肯定认识 很多自己丈夫不认识的人 如果夫妻两个人 一起合作 共同努力 那么你们的名单就会翻倍 读完了蜜月 我们第一次 共同去参加聚会 聚会结束之后 我们回家 一起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 我们的第六位直系 约瑟芬 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 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我们跟一位小学同学 见了面 通过这位同学 我们就找到了约瑟芬 她成为了我们的第六位直系 你看 你认识的人 很可能会成为团队里的 第六位直系 所以女士们 一定要和伴侣 一起努力 做这个生意 很好 列好名单之后 怎么做呢 记住 几乎所有做这个生意的人 一开始都不相信 自己能够成功 我们是做不成的 安利生意可以很成功 这一点你无法反驳 你只是担心自己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要列名单呢 你可以多花点时间 列名单 但是总不至于 要花几个星期 几个月 甚至几年吧 我们列名单 是为了做下一步的工作 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建立这个生意 建立网络 只需要做四件事情 就可以了 一旦建立了网络 你可以做第五件事 就是通过自用和零售 创造业绩 这件事比较容易 不会有人担心 自己做不到 建立网络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 怎么办呢 我们要列名单 每次去参加聚会 我都会主动问别人 用不用微信 微信好友多不多 光是微信好友 就是很长的名单了 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每个人都会做这些分组 谁会参加你的婚礼呢 我去过很多婚礼 出席人数 从来没有低于三百 参加婚礼的人几乎都彼此认识 几天前 我住在纽约的一家酒店 正好碰上一场婚礼 参加人数超过一千人 一千人呢 人的圈子其实是很大的 你把名单列出来了 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觉得坐在你旁边的人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们希望你们成功 希望你们家族成功 二十年后 当你回首过去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为自己做这个生意的决定感到庆幸 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个生意 开始做这个生意 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才智 也不需要有什么技巧 甚至连智商的要求也没有 要是做这个生意要求一定的智商 那我肯定做不了 谢天谢地啊 开始做这个生意 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希望你们是很认真的听到这里 如果刚才你听的不认真 那你应该从头再听一遍 先不要听其他的CD 你也可以去洗个澡 穿上漂亮的衣服 然后再去听 那就更好了 也许你要听十七遍 才能真正明白这张CD的意思 千万要记住 不要贪图洁净 洁净是不会有效的 这一步必须要扎扎实实地做到 这是做这个生意的基础 比如说你要建一座房子 但是不想建地基 建地基多花时间啊 到处都是灰尘 是花钱最多的地方 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从一楼开始建 我们会建好一座房子的 我对窗帘挺感兴趣的 我喜欢窗帘 我喜欢给房子装窗帘 装窗帘这件事情 正合我的胃口 建地基这种事 完全不是我的菜 要是房子能建起来 你们敢进去拜访吗 谁都不敢去的 你们对建筑一无所知 却乱发意见肆意妄为 千万不要这么做 根基是最重要的 这个生意的根基就是名单 你列好了名单 接下来你要熟练掌握如何邀约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邀约本事已经十分了得 至少男士是如此 男士们应该很擅长向心仪的异性邀请约会吧 要怎么讲话 讲什么台词 你们都一学就会 嘿 你好吗 你听我用这种腔调说话 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你觉得自己很帅 但人家女孩子会觉得你很奇怪 追女孩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出极其愚蠢的话 嗨 你常来这里吗 滚开了 现在男生不会这样追女孩了吧 现在他们可以躲在电脑屏幕后面 胆子比前辈们可大多了 这是我的照片 想与我约会吗 其实我们做这个生意也可以躲在后面 我们没有让你面对面与他们交谈 只是让你给他们打电话 我们要给你一份很简单的台词 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 我想强调的是重复 重复是最重要的 你们知道沃尔特·克莱斯勒 是如何创立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吗 没有人知道吗 他用所有存款买了一辆车 摆在自己的车库里 然后他消失了几个月 他把那辆车解体了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拆了个遍 然后再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装回去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他在培养对汽车的感觉 在他开始打造自己设计的第一辆车时 汽车里里外外的每一个零件 他都了如指掌 大多数人跟他不一样 你问他们 你听CD了吗 学习了吗 他们会说 得得得 我都懂 我都懂 我做销售的 我卖债券的 我卖金融衍生产品的 有什么了不起呢 你对这个生意一无所知 就像我对你从事的行业一无所知一样 那你应该如何学习呢 其实方法跟记住一首歌是一样的 你要花时间听一听 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播放这首歌 习惯他的曲调 我喜欢那首纽约纽约 是谁唱的来着 阿里亚凯斯 你们都听过吗 谁已经在哼唱了 可以站起来唱几句吗 调子很好记啊 我很喜欢第一部分 我把歌曲下载到手机里 时不时听一听 很快就能记住歌词了 真的可以记住 你们肯定也试过这么做 难道你觉得自己只记住了音乐吗 为什么你记得住歌曲呢 因为你听了好几十遍啊 当然你学会唱这首歌 但是你永远也无法唱得像阿里希亚凯斯一样好听 也不会有人让你上台唱这首歌 所以学唱这首歌是浪费时间 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了 担心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是否会转会到你们主场的球队打球 有什么意义呢 我跟约翰说起这个问题 他说谁管他来不来呢 转会费是他的又不是我的 所以你要把时间用在这个生意上 把CD多听几遍 让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后再去打电话 这样你说起话来才会显得自然 当然普通人可能会说 爱德我看过你给我的台词了 但那不像我说的话 没错啊 那就是我写的 是我说的话 我想按照我的方式来说 不行 你的方式行不通 我很干脆地告诉你 你的方式行不通 不是啊 我的朋友不一样啊 没错 他们是不一样 但是你对你朋友的感觉和我对我朋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你的朋友不一样 我也觉得我的朋友不一样 他们都是人类 人类都是可预测的 这是无数人花了成千上万个小时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种方式行得通 可是这听起来不像我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像你 但是它有用啊 打电话的时候看着台词说 不会有错的 我现在仍然用这种方式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首先你要做自己 我们打算做一张很酷的CD 题目叫做像平常那样说话 人们加入了安利生以后 整个人好像慌得不行 昨天晚上他们打电话 有个人说 喂 吉姆最近怎么样 如果是纽约人 他们会对彼此说 怎样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感到很神奇 我还以为互相打招呼的人名字 竟然都叫怎样 怎样 他们都是咕弄着 嗯嗯啊啊 怎样 嗯嗯 喂 你怎样 嗯哼 好 你 哦 好 嗯 现在的人都这么说话了 真是可怕呀 要是你平常跟朋友 就是这样嗯嗯啊啊的说话 在加入安利生意之后 你千万不要忽然自证腔圆的跟他们说 你好 吉姆 我是爱德华 你最近好吗 我挺好的 今天跟你打电话聊天 真是棒棒的 外面天气很不错呢 所以人们才会觉得安利生意人奇怪呀 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好不好 奇怪的只是你自己而已 你既不愿意看视频 又不想听CD 所以说话听起来就像个骗子一样 如果你想跟我学习如何打电话 我会怎么做呢 我不会自己教你 我会让你到书房来 打开讲解打电话的视频 让你自己看 一边看一边学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不要让我教你15遍 你可以自己看15遍 看完之后再跟我谈 现在我要去看球赛了 说真的 你会这样对待自己团队的成员吗 我百分之百会这样做 哈 我可不敢这样做 我怕他们会退出啊 那就不要他们吧 他们不会听你的建议 而且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有一个不听建议的人 可能他在加入安利生意之前 已经很有人缘 很多人都会相信他 运气好的话 他很快就可以推荐五个新人加入 现在你的团队就会有六个不听建议的人 他们都不受控制 绝对不会跟别人说 安利生意人有多出色 千万不要这样做 好好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生意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你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要了解这个生意 要是我半夜给你打电话 给你问一个问题 你要懂得怎么回答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需要多长时间呢 约翰 培养一个财务规划师 多少年了 上过哈佛 读了NBA 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人才 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培养他成为优秀的财务规划师呢 三到五年 瞧 你是做房地产业务的专业律师 你要培养接班人 让他做到你所做的工作 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至少五年 我培训你做这个生意 只要五天就可以了 就像学唱一首歌一样容易 要是给你一百万 让你今天晚上回酒店房间学会纽约纽约这首歌 有多少人做得到 有没有人说 哎呀 我没有iTunes下载不了这首歌啊 有多少人会马上出去到商店里买一个呢 要知道 你这是做生意呀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一点都不复杂 在做这个生意的过程中 你要不断地学习 努力提高自己 然后你会慢慢明白 当你熟练掌握邀约技能 而且形成一种潜意识时 你的言谈举止 会随着谈话对象的不同 而自然而然地做出调整 所以我建议你们好好与导师谈一谈 让他们帮助你更好的做邀约 你们属于A类名单 A类名单上都是你最熟悉的人 在后台的成功人士 他们可能是直系 可能是Q12 赚到很多钱 每年至少有五六万的收入 为什么很多人没办法像他们一样呢 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一个问题 他们不愿意打电话 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学习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向别人介绍这个生意 人家问 这是什么生意 你答不上来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喂 喂 信号不好 你晚些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吧 这都是什么话呀 你们都读过大学 我问你们 你读的是什么专业 你却支支吾吾打不上来 别人怎么会认可你 你支支吾吾的 好像在说话 但是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读大学每年可要支付1.5万学费的呀 在我们这里 你只需要学几句简单的话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问你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这是什么样的生意 你要提前准备好答案 有人跟我说 我记不住这个生意的信息 你肯定记得住 把事实告诉人家就好了 别人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今天的成就的 我把事实告诉他们 有一天 约翰来到我的店里 当时他52岁 我只有26岁 他做这个生意已经很多年了 他让我加入他的团队 在他的帮助下 我建立了自己的生意 赚到了很多财富 我很感激他 他想寻找优秀的合作伙伴 我便想到了你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们不是让他马上加入 而是与他沟通 寻找机会面试他 看看他是否理解这个生意 所以不要逼得太紧 你要先列好名单 做好邀约的准备 多看视频 多听CD 有疑问就跟导师咨询 希望这些建议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听到这张CD 我劝你们一定要学会培养邀约意识 花点时间学习列名单 做邀约 如果你做好了这两件事情 你就一定能成功地建立这个生意 因为列名单 做邀约 是做这个生意的基础 掌握好了基础 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谢谢 接下来